什麼事? 根叔, 這次你真的要幫幫我 我鄉下的祠堂剛剛風風吹倒了 我想從明天開始 請兩個星期假回去看看 那你就趕快回去吧 這裡沒所謂 你找個做看工的老朋友 去替你耕工就行了 因為時間太急 幾個朋友都說要收雙倍薪金 根叔, 你之前不是跑了保安牌嗎? 你最近這麼空閒, 索性做替工吧 也好, 反正我在這裡寫大事 又沒錢收的 昌哥, 沒問題, 我幫你做替工 盈哥、美女姐…你們很適合 什麼吃飯?一起去吧 吃飯 先說正經事 我們想知道根叔 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做自己 不要做看工 你們說很喜歡哥哥做看工 對…你們還說爸爸做看工 比昌叔更盡責 對, 不過我們喜歡根叔 做我們的街坊多一點 他做看工的時候有些… 說個字叫什麼?你說過… 有點煩 老婆, 你說就不關我的事 我們沒這麼說過 你們怎麼說爸爸煩? 他最近做的事令我很尷尬 阿薇…來… 今天幫你收的 謝謝, 根叔 等等, 話說回來 你用無遙路也用了很多 我前天幫你收一次, 今天又收 你一天洗很多次的糧水嗎? 我那一刻覺得自己很赤 我什麼私人都沒有了 我比你更慘 阿聰… 你來請了病假嗎? 怎麼揹著運動隊外出? 你怎麼知道我請了病假? 阿大妹說的 你生病就接去看醫生 怎麼拿個袋子給你的朋友才行 好像被誤會一樣, 對吧? 我就是怕根叔跟善姐說 善姐誤會我就糟糕了 你這不算小事, 我更慘 根叔 阿鳳 你這雙鞋這麼熟口臉? 忘記了嗎?就是你那雙 但那天我明明打算拿去衣物回收箱 你說不用, 你說你幫我扔? 你拿去穿嗎? 我本來是拿去回收箱扔的 但是那個回收箱爆滿 我又看見鞋這麼新鮮 當是你捐給我了 不過話說回來, 這雙鞋真的不太好穿 那個鞋又硬又重 原來是一雙真高鞋…真高鞋展 別再看了 我沒有真高增在裡面, 是一個設計 說回正題, 你們其實是想說 爸爸是有點多事 而且侵犯了你們的私隱, 是不是? 那我們的訴求你聽到了 麻煩你們幫我們跟進 先走了, 再見… 再見… 再見 師姐, 再見 回來了 爸爸回來了 怎麼了?什麼事? 爸爸, 你幹嘛爆我們的事 讓人知道? Larry姐是你的 麻煩你, 豪仔 謝謝 Larry姐 放 聽說你家底喪爆瘡 你幹嘛吃熱氣的東西? 什麼?沒有, 誰跟你說這種話? 根叔, 告訴我, 爸爸 叔叔, 你這裡適合了? 這個給你的 腸胃藥? 我知道你的肚子經常都… 所以這個東西很好試試 你怎麼知道? 那天根叔, 說開話 你經常都複大便便 還要鎖住她的廁所 我趕時間, 先走了, 再見 好… 丁哥, 你是不是在找這支腳線歌? 你怎麼知道? 其實根叔說你用了這麼久都還沒好 姐姐這支不是好得了 你知道你不斷爆我們的私隱 不斷八卦, 弄我們好瘀 他們一個人一個個都不理我 那就隨便找些話題 對, 最方便是什麼? 最方便是說家裡的事, 是不是? 現在叫你做看僱 又不是叫你做公關 為什麼你不斷爆別人的私隱 不斷爆我們的私隱呢? 你明知道那些人都不喜歡你八卦 你也不改, 讓你去試試 誰說我八卦? 全世界 人們就是嫌你八卦才不騷擾你 但我真的一點也不知道 姐姐, 你不是負責跟爸爸說的嗎? 原來他們個個都不喜歡我 嫌我煩 萬一你唱歌, 明天晚上就回來 我做了天天而已, 我… 爸爸… 爸爸, 最壞的是姐姐 又說負責跟爸爸說入缸 什麼? 姐姐, 你看爸爸做空間做得這麼開心 你們捨得兜頭髮的冷水嗎? 爆我們的私隱 還是那句話, 如果做人 走得正站得正, 怕什麼人爆私隱 這麼注重私隱, 搬去荒賭住一泵 爸爸, 你說什麼? 我啊 你… 他不幫我們手掌揍我們 我覺得很尖, 不想死就把錢拿出來 我…我很窮, 我沒錢的 我錢包20元, 你拿去吧 20元?當客人嗎? 打我按錢吧 他拿著刀, 我還是不要亂來 當破財檔災吧 慢著, 可能有人救我 走吧, 按錢 我把提款卡留在家裡, 要回去拿 好啊, 我幫你回去 聰明一點就不要亂來 要不然我一刀會痛死你, 走吧 阿藏隔壁那個是什麼人呢? 繞著他這麼親密 又沒聽過他有女朋友 難道是親戚? 算了, 別這麼八卦 免得別人嫌我煩 為什麼根叔不檢查那個女孩子 我用國際通用的求救手勢 就算根叔看不明白 他這麼八卦 一定會問我的手勢是為什麼的 你到底怎麼做呢?是不是這樣呢? 阿藏在做什麼手勢呢?好不好問他呢? 不過每個人都說要私隱 我還是不要太多嘴 就上樓了, 為什麼根叔沒有反應? 沒辦法了, 自救 Honey 作為一個稱職的女朋友 待會兒要跟寶寶慶祝生日切蛋糕 有把刀也好合情合理 寶寶, 我們散開吧 早點帶他按錢吧, 現在引賊進屋 那把想怎樣? 我靜靜點沒出聲 要不然我就殺了你 我靜靜點 什麼事? 我是你的看家的根叔, 阿藏呢? 阿藏在廁所, 她女朋友有什麼跟我說 雖然他們每個人都說我 不應該干涉別人的私隱 但是我對阿藏和他們的同屋主 非常了解 他們這幾天根本沒買一個蛋糕回來 而且阿藏的生日還沒到 阿藏, 就算是你生日 剛才我也不覺得你有買蛋糕 那你想說什麼? 剛才我看見你帶刀進來 但是為什麼你要帶刀 去切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蛋糕呢? 根叔, 他是賊, 他不是我女朋友 他是賊? 阿藏 阿藏 根叔, 幸好你救我 之前我嫌你八卦 但是原來八卦可以救人一命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總之過了去的事, 別再看了 快點, 報警, 快點 根叔, 你又是煲這個湯嗎? 是啊 尚程老師好像不太喜歡喝這湯 什麼?誰要告訴你 我跟很多區的保安有個群組 你大廈的保安, 張叔 上星期說你整盤烏雞湯給他喝 上星期我們真的煲過這湯給你喝 不是, 我喝光了 你說那個姓張的保安 我是不是說另一個單位嗎? 沒理由的, 你們聽聽 我們有個住戶, 整盤烏雞湯不要 不斷給我喝, 真浪費 我們大廈也有個住客 整天煲烏雞湯給女兒喝 她就是紅什麼筋, 帶什麼喜的 你聽到了, 我沒說謊 大輝, 原來我每次煲湯給你喝 你就是給人家了嗎? 不是, 但事情其實不是這樣的 不是, 上次我說去泰國那裡看警 我才被迫煲湯給別人喝 喝那碗湯幾分鐘就行了 怎會趕不及呢? 我要趕飛機, 你要我帶去飛場 那我的湯會怎樣?我扔掉 所以我只是那次才給別人喝 我也不知道你哪個真是哪個假 爸爸… 看什麼看? 你怎麼做保安?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私隱?胡亂說話 看什麼看? 大妹妹, 如果你真的很不想 別人知道你私隱的話 不如你搬去荒島住一瓶 不如你搬去荒島住一瓶 不如你搬去荒島住一瓶… 不如你搬去荒島…